好 這裡就要來講 Bendy Bone Bendy Bone 好 這裡我們 這裡綁了兩個骨頭嘛 這裡 大家其實可能沒有感覺他們差別在哪裡 但是其實這裡 剩下 Bendy Bone 它才有 才有辦法看到 Bendy Bone 的一些小細節 好 Bendy Bone 這裡 大家可能這裡一切過來後骨頭都很胖 這裡是 Ctrl Alt Z 它骨頭像這樣 我們可以按 Ctrl Alt S Ctrl Alt S 我們把它縮小 這裡我們快點Hard Key 把它放回 右邊 Ctrl Alt S 可以 縮放我們的 Bendy Bone 把它縮小 好 這裡的話這兩個 都是Stretch Bone 你看 然後我們來看看他們到底有什麼差 Bendy Bone 它已經 做了一些氣氛 這等一下要告訴你們怎麼做 Bendy Bone 它這裡 你看我們Stretch Bone 它都完全直的 Bendy Bone 它會加一些曲度在裡面而且我們 這裡 Rotation 它可以是可以影響我們的骨頭 所以它可以讓我們兩個骨頭之間多了一些變化 可以讓 更多一些細節 好 Alt G 好 回覆 然後我們用 Fur A來做說明 Bendy Bone 要怎麼做呢 它 首先我們要把它切到 B Bone 我們才可以看到我們骨頭的細節 再選到單根骨頭 這裡 它下面 這裡有一個叫Bendy Bone 然後我們可以給它骨頭的細分 像這個我們目前結束就有四節 我們就給它四節就好 然後 我們要做Stretch 一樣我們在 這裡 Constraint我們一樣給它Stretch2 告訴它 根部是誰 Fur A end Fur A end 好 這樣我們G就基本的伸縮 好 再來就是 它這裡我們旋轉沒有作用啊 一樣在Bendy Bone 的這個參數底下 它會告訴我說我們要告訴它 頭尾個別是誰 所以我們這裡是A的 尾巴end 跟A的 A的 這裡 A的 Start跟A的End 好 這裡我們要改成 Absolute 絕對我們要絕對給它控制 這個時候這樣子它rotate 它才會接受到 所以像是這樣我們看只要 這樣子一樣 兩個控制器 我們就可以做出比較 多的控制 不然其實 另一種方式我們就變成是頭毛我們可以就做成兩根骨頭 兩節 來增加骨頭的變化 像我們這樣 就可以增加一些骨頭的 變化細節 就是關於Bendy Bone 像我們這根骨頭 我會把 把它調整成Bendy Bone 變化細節 變化細節 Absolute Absolute 改成B的 Start跟B的End 這樣的話我們這三根骨頭都是Bendy Bone的模式 當然這裡顯示是這樣的我們可以一樣就可以把Bendy Bone把它關掉 切回來 他一樣是有Bendy Bone的效果只是我們會看不到我們骨頭比較 對於理解上會比較不清楚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好這就是關於Bendy Bone拿來做我們的頭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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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